郭文貴司長 我跟妳分享一個案例 我有一位親友 他在某個實力大學教書 你知道前一陣子因為疫情關係 都改成線上教學 後來疫情稍微舒緩的時候 這個學校大學就開放說 我准备要恢复实体教学 那一开始的时候就说 随便老师你们要维持线上也可以 要回到教室实体也可以 所以我这位亲友 他就跟学生说 好那下礼拜开始 我们不一定要线上的 你们如果要回到教室上课也可以 你如果要继续在家里面线上也可以 他那一班有60个学生 57个学生 然后后来他到教室去上课 教室当然也要直播 也是维持线上 你猜这教室有几个学生 多少学生在维持线上呢 答案是 我跟网友们讲一下 他回到教室发现说 教室下面的座位只坐了一个学生 57个学生 一个学生回到教室实体上课 56个学生还是用线上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 说其实现在这个大学生 年轻的这一代 对于数位工具的这种学习跟建纳力 是很快的 他们觉得在家里面 当然有人说 家里面就可以摸鱼啊 其实我觉得不应该用这个角度去讲 他们觉得在线上上课 其实对于他来讲 他觉得更方便 所以这个就是 可能老师 很多老师 当老师朋友都跟我讲说 哎呀我们这两年教的学生 很多时间都是线上上课 教学效果一定不好 老师是这样想 学生不见得这样想 那另外回过头来就是说 如果学校里面老师觉得教学效果不好 因为线上教学的关系 其实那是因为过去 我们教学工具或评价工具没有准备好 如果这些工具能够同步都准备好 其实我觉得线上教学的这个效果不应该会比较差了 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学校里面开始要比较长久的去思考说 如果说线上教学变成未来的一种非常主要的形态 可能跟实体教学是并近的 这个时候你的教学环境要怎么去改造 这个其实我觉得真理 其实对于学校也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启发的责任 很多责任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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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